HELLO 大家好,我是 Alex 巨虹 很欢迎大家收看我的熊在野 Hardware Guide 今天就会跟大家讲一讲很多KOL 和摄影老师都最近在讲的一个 topic 就是 Base ISO 究竟 Base ISO 是什么呢? 我会从 sensor 的角度去解释它的定义 在这里我有一个简化了 sensor 的原理图 最主要就是用它来解释 究竟我们在拍照时的 sensor 在做什么 当光去到 Photosite 转成电 电 经过 Amplifier 放大 放大后的讯号 经过 ADC 转成一个初步像素值 这个像素值 再经过影像处理 就会得到最终的像素值 到底什么是 Base ISO 呢? 所谓 Base ISO 就是指 我们在用 sensor 接收影像的时候 它有一个特殊状态 就是 Amplifier 放大器 它处于一个 0dB 的设定 我们拍出来的照片 就叫做 Base ISO 来拍 假如 0dB 的状态 我们是 ISO 100 的话 那 Amplifier 在不同设定的情况下 就会衍生出不同的 ISO 值 早前好几位 KOL 和视频老师 激变过 DR-400 和 Base ISO 的时候 他们提及过另一个概念 就叫做 Dual Base ISO 什么是 Dual Base ISO 呢? 其实在近两三年推出的相机来说 开始流行一个功能 就是以 D850 为例 它本身有两个 Base ISO 分别是 ISO 64 和 ISO 48 当我们在这两个 ISO 值拍照的时候 理论上就可以拿到比较大的动态 这个功能就源于 sensor 内的一个新设计 叫 Dual Conversion Game Photosize 里面的光电的转换效益 基本上是固定的 而储电的井的容量基本上也是固定的 究竟 Dual Conversion Game 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 其实很简单的 只是在原本的储电井以外 再加多一个可以自由开关的井 作用是用来摊分收集回来的电 当二号井是被关上的时候 电就会全部被一号井接收 在这个状态之下 Base ISO 就会比较高 当我们开放二号井使用的时候 电就会被两个井摊分 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收到的讯号就会比较低 相对来说就会变成一个低一点的 Base ISO 效果来看 这种做法就像一块自由开关的 ND filter 这种设计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产生出两个 Base ISO 然后由这两个 Base ISO 作为起点 配合不同的 M 的放大设定 其实这个感觉就可以支持更加广的 ISO 范围 增加应对不同拍摄需要的弹性 今天跟大家讲解 Base ISO 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跟大家澄清 Base ISO 的定义 大家要留意一下 Base ISO 不是一种我们叫做摄影的必杀技 不是说你用了 Base ISO 拍照 就一定会比别人漂亮的 我们一般来说摄影技巧 其实还有很多范围 我们要拍漂亮的相片来说 有很多要注意的 就不只是用 Base ISO 拍到漂亮的相片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分享有用的话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就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此订阅 拍得非常 Shelley